随佛法的修行 在行门 千经万论 八万四千法门 多给你说一句话 放下 行门就是放下了 接门就是看破 看破你是什么都明了了 明了要放下 放下帮助你更深一层的看破 早年张家大师告诉 反腐 从处发现 一直到如来地 就是这个方法 看破帮助放下 放下帮助看破 就这个方法 相辅相辰到如来地 那么聪明人 立根人 他同时一下放下 那就称佛了 世尊为我们表演 菩提树下 夜独明心 大车大悟 那是什么呢 夜时顿时 通通通通放下 其心动念 分别指着 同时放下 那马上就称佛 佛门有所谓 放下 徒刀 放下徒刀 立地 称佛 徒刀是要命的 其心动念 要命啊 分别执着 要命啊 你看分别执着 造成六道轮回 真要命啊 比要命很厉害啊 放下就成佛了 那在中国 慧能大使 在香港将慧能大使 大家印象很深刻 慧能大使的老家 在广东啊 很清晰 他也是的 那很厉害 他是顿时 就是 其心动念 分别指着 同时放下 他没有接级了 不需要什么 施主施行 施灰象 不需要了 施地都不要了 他一下就成佛了 叫一步登天 他真能上去 理上真讲得通 世上太难了 你看在中国 几千年只看到慧能大使 慧能大使之前没有 慧能大使以后也没有 夜时顿时的没有 但是 渐渐放的 有 慧能大使 一生当中 所度的学生 达到他同样境界 就是大车大物 明星见星 有四十三个人 但四十三个人 都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子 一下子动物 没有 都是修了什么 有根力的 两三年 开悟了 有五六年 七八年 十几年 二十几年 但是只要开悟 他都是平等的 所以禅宗 不识上上跟人 不行 慧能大使在谈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那不是随便可以说的 他说得很清楚 他这个法师 借上上跟人 上中下都没有分 必须是上上跟人 上上跟的根性 与过去圣证 修行有关系 过去圣证 累积 修行 决定不知实施 为什么 我们看到唐朝的五大个世 五大个世是实施 实施高深 还敌不过烦恼 那时候封为过世 皇帝的老师过世了 皇上送了一个 沉香宝座 诸位下的沉水香 要电视论两脉的 那一个宝座 那个价值多高 沉香宝座 皇上供养的 他接受的时候 一念傲慢心起来了 这天下法师 没有人能比得上 得到皇上的种恭敬 这个念头一起 忽发神走了 忽发神了不起 忽了他设事 设事 现在生烦恼了 离开 好 冤家寨主找他身上 害个人面床 几乎 几乎 要了命 那我们就想到 像慧能大师 跟他 度的那些上上根人 决定不知设事 设事 设事只能到 吴达国司 这个样子 不是偶然的 事出事件事 决定为偶然的 统统离不开 硬枯 过去没有真因 这一生 哪里会有苦 只有真因 能感到真苦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能到死以后 这些传人 大概最多的 传人三口 还有呢 这一生之后 没有传人 没有传人的很多 那么这些 五灯毁云 监督 传灯录里面 都有记载 一直到现在 现在传法 有法卷 就像证书一样 说智商 没有了 从前是真真 真过 真正开悟 监信 这老四才把 真书发给你 不是明信 监信 不能发 那么这叫 得 无存法人 两家 不吝 无论 什么 有 是 这对 zwischen 当